今天我们做酸菜鱼 加入粉水 然后我们加入汤底 让它煮开 稍微搅拌一下 因为这些酸菜是从外买的 所以我们可以清洗 我们可以用一只火锅的柳鱼 我这里准备了两种鱼 大家可以看到 一种是脱肉环 这种是我们买的生鱼 这种我用蛋白和淀粉叶制过 而这个脆肉环是没有叶制过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先将脆肉环放进去煮 因为这种比较难熟 我们再用漏壳烤 稍微搅拌一下 等它熟透 大概煮三分钟 三分钟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三分钟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脆肉环已经熟透 酸菜都出来了 出得差不多了 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把它放起 我们将我们的汤汁放进去 这个时候我调到最大火 可以一片片的一张鱼片放进去 防止它黏住 防止它黏住 这个时候也可以轻推一下 让它受热均匀 水滚下来就可以撓起了 鱼肉是很嫩的 一種口味兩種口感 然後把湯汁倒入鱼肉上 然後我們可以撒上蔥和花椒 然後加入食用油 燒至沒有油煙 燒的時候我們就可以進口湯汁了 然後這道酸菜魚就完成了 蒸了